但我們想看櫻花的心 卻不會因此冷卻 嗨 大家好 歡迎收看文具三分鐘 要問到和櫻花有關的文具 肯定錯不了這家把櫻花作為公司名使用的櫻花文具 它串立於1921年 主攻美術領域 相信美術師們多多少少都用過櫻花 美術我不上場 但和大家聊聊櫻花文具還是可以的 本期櫻花文具盤點 專屬BGM起 在做這期節目之前 我根本想不到櫻花居然還有中心筆 出於好奇心 買來了這套櫻花GBR155 彩色中心筆 共磁色 拿到手之後 好不好我攤牌了 我就是衝著她那前途後翹的身材去 你那是纏她的身子 你下賤 櫻花這款中心筆的外觀 設計總體偏苗條 放在一起看會有種莫名其妙的美感 筆握出的軟膠隱藏得很好 那種不經意間的小驚喜 讓你在發現的時候 就會有種Amazing的感覺 但仔細觀察筆握筆合處 會發現有一點小瑕疵 總的來說 一體性還是非常高的 再加上與筆身同色的小筆加點綴 外觀顏值 我pick了 書寫感受順滑度不錯 但偶爾會出現自己中空的情況 而且素看性一般 當然這些都是往戲裡挑問題 作為一款書寫筆 我覺得還是非常OK的 櫻花最熱門的主打產品 除了真光筆外 那就是自動簽了 XX125 作為櫻花熱銷產品之一 顏值和實用性都非常不錯 簡約封設計 金屬筆帽筆加筆尾 即使是素來筆身 也不失質感 筆握處做了防環紋路 官方管這個叫水紋握手 看著很客手的感覺 實際上手的話幾乎不影響 筆嘴處也做了加長處理 書寫時不宜斷簽 筆尾 自帶橡皮這些都是常規操作了 就是更換筆芯會稍微麻煩些 要連橡皮也拆出來 提供了0.3mm 0.5mm 0.7mm 以及0.9mm 4種筆芯規格 以及多到10種筆身顏色 假如你更喜歡金屬質感 那XX303自動簽應該能滿足你 起初我是這麼認為的 但拿到手之後你會發現 它的筆桿居然是塑料的 經理落差有點大 官方在頁面上也有說明 市面上很多金屬自動簽也會採用這種設計 大概是為了價格以及整體配送而做的妥協吧 好的筆頭到筆窩這一整塊都是金屬 擰開筆桿後你會發現 整筆基本是連在一起的 筆桿就是工具人啊 針頭型的架長筆嘴 以及筆桿內的緩衝裝置 在防斷性能上更靜餘 低重心設計也能讓你寫起來更舒服 還有很多不錯的小設計 有0.3毫米和0.5毫米兩種筆形規格 以及四種顏色可選 看起來一切都挺好的 就是你得在價格上糾結一番的 我一直都對多功能筆心有獨鍾 因為它一支筆能幹好幾支筆的事 而櫻花這款4加1包含了4色0.4毫米中心筆 以及一支0.5毫米自動簽 按理說五合一的多功能筆 大多都會做的又粗又胖 但櫻花這款身形就控制的很不錯 整體設計通過一個金屬奧環 將筆身一分為二 視覺上會有一種鏤空感 我手裡拿到的是塑料筆桿板 除此之外還有金屬筆桿板 以及重力加強的純銀純黑板 騷起 書寫感說的話 筆件的幻動感控制的還不錯 而且0.4毫米的書寫體驗非常鮮滑 塑剛性比起上面那款 彩色中心筆強了不少 但同樣會偶爾出現 刺激中空的問題 自動簽的體驗就很中規中矩了 不管是中性筆還是中簽 換性都只能拆開筆身 拔出筆心再進行替換 如果覺得這種設計很合你口味的話 不妨再看看他們家的GB2M3004 更高的顏值更高的價格 假如你到櫻花的網店搜一下 會發現他們家的橡皮賣的特別好 所以我特意挑選了兩塊 頗有亮點的橡皮 一款是XRAJ60橡皮廠 在外包裝上採用了弧形設計 比起直角包裝設計 能有效減少擦斷橡皮的機率 而且還能分段使用 根據包裝上的數字一次撕開 就可以一直帶著包裝把橡皮用到最後 嘶 但你們的橡皮都用完過嗎 我使用過的橡皮多數都弄不見了 文具界十大謎題 橡皮永遠在用完之前就弄丟 另外一款RFPS150條形橡皮草 條形橡皮草的好處 能夠讓你更精準的擦除想去擦去的地方 而不會影響到其他區域 除了KilaKila的外包裝 還有半透明的橡皮本體 顏值真的太高了 而上面那款一樣 包裝上同樣做了分段設計 兩款橡皮的擦除效果基本相同 都不會產生太多的碎血 只能說不愧是做化財旗家的廠家 最後再介紹一款櫻花家的螢光筆 不知道是不是看到了淡色系螢光筆的火熱 櫻花在VK螢光筆裡新增了Soft Colors系列 從試色上可以看到都是淡淡的溫柔的顏色 很符合我綠色健康小清新的口味 至於筆身設計 雖然做成了簡約的白筆感 但並不是純白 某些角度還是能稍微看到裡面的筆心顏色 相比之下 我會更喜歡他們之前的透明筆感設計 總結 櫻花文具在設計上一直都很在线 除了價格對學生檔不是很友好外 還是很值得推薦的 也希望可以看到更多更好的產品能夠被引進 就像武漢的櫻花一樣 適早會迎來不再是通過屏幕 而是親身觸碰到了一天 對了 最近的審核一直很迷 導致更新比較慢 為了表達歉意 我們會在評論區裡抽三位小凱 送出櫻花XS125自動鉛筆一隻 愛生活愛分享 我是社長 我們下期再見